上期我们说到 大明财政决算会议 兼清流与严党两派势力的正面交锋 终于结束 花钱超支的严党被皇帝包庇 而严党领袖内阁首府严松投桃报李 提出了改道为丧 财政亏空是因为皇帝花钱太多 接皇帝的流做不到那就只能开源 开源的办法是外贸 但贸易路线被倭寇阻断 消灭倭寇又需要加钱 这是一个死循环 而改道为丧就是破局之道 将浙江一半农田改为丧田 大明丝绸产量一年内就会暴涨 提前卖给外国商人收拢资金 就能有军费用来抗窝 然后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正所谓人粉喜事精神爽 嘉靖看着祥瑞大雪从天而降 忍不住就要装个逼 他身后八十岁高龄的严松低着头 心里怕是不住的想 就你这小神板还好意思在我面前炫耀 大雨纷纷扬扬 嘉靖得意扬扬 而老天爷似乎也想让这位圣明天子好事成双 大雪中一个太监连声叫着 黄大喜 然后举着一个托盘 跪倒在了嘉靖面前 托盘中是一个御章 章样子接近斧头 是一种仪式性的御器 是用来炫耀武力的 诗经小雅中有一句 乃生男子 在寝之床 在医之商 在弄之章 其气惶惶 朱沸丝黄 世家君王 意思就是说 如果生下男孩 就让他睡漂亮大床 穿漂亮衣裳 他的哭声如此嘹亮 将来必定成为君王 所以生了儿子 就叫弄章之血 对于明朝皇室来说 豫章的意义更特殊 大明开国皇帝 本名朱崇八 后来改名朱元璋 就是寓意要做 朱灭元朝的章 加进大内总管吕方 连忙接过托盘 领着太监 与内阁大臣跪地 向自己的主子爷贺喜 加进帝朱厚聪 今年53岁 这是他的第一个孙子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他脸上的笑容 与其说是高兴 不如说是得意 喜提皇孙的快乐 不如装逼 他从袖子里 掏出了一个枣子 一个栗子 放在了托盘里 然后受益旅方 给他捧肝 朕预备的这两样东西 民间怎么个说法 回主子 百姓家称作 早立子 奴婢们 服了主子爷了 主子万岁爷 怎么就知道 今天会有这么天大的喜事 怎么知道 那还不好知道吗 玉王妃要生了 没人通知 我余某人准备吃鞋 难道还没人通知 加进你吗 踹俩小玩意儿在袖子里 到时候生了女儿 就继续藏着 没人的时候 自敢吃掉 生了儿子 就当众拿出来跳大神 这种拙劣的表演 在场人精们 肯定是一眼看穿 但都配合着这场演出 就像你的领导 讲了个烂笑话 该笑你还是得笑 电视剧里 这个镜头一带而过 但小说中有详细描写 大家可以好好学习 大名顶级人精们的 拍马屁方式 尤其是最后一局 享受完众星拱月的捧格 加进舒坦地 完成了本次装逼活动 但身为大名PUA协会总教头 加进是深谙情绪操纵精髓的 虽然你们拍我马屁 我很高兴 但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对你们满意 听到这局 包括缩在角落的张居正 清流三人组 都是猛然抬头 尤其是高宫眼珠子都要瞪大了 他们从中 秀出了加进的警告 你们借周云义搞的事情 我很清楚 但这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敲打 财政问题已经解决 周云义已经被他亲自翻案 他转头 又面带笑容 宣布了对豫王 也就是清流三人组的学生的赏赐 并让三人组 去豫王府里过元宵节 短短几句话 从其乐融融 到敲打警告 又到安抚赏赐 这就是加进的权谋手段 只要还没把你整死 我就把你往死里整 总之不让你舒坦 随着清流退场 加进的脸色渐渐阴沉 而在他身后 严世帆一看 徐高章三人走远 立刻站了起来 还扶起了跪地的父亲 走到了加进身后 没有皇帝命令就敢起身 这是大不敬 内阁两大派系 谁才是加进自己人 不言而喻 看着三人的背影 加进感慨说 这句话只是一个铺垫 下一句 才真正透露出了加进的内心 脸上邪蛮委屈的严世帆 想要赶紧再捅清流一刀 但却被严松拉住 因为他知道 皇帝不需要他们的回答 第一集我就说过 加进心里有答案 但这个答案 名字叫做朱在后 是他唯一的儿子兼继承人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答案 所以他总是忍不住的探究答案 但始终不敢确认这个答案 如果你靠谜语与反脸快来批为手下 那么你也必须忍受 无人可信的悲剧 即便是你的亲儿子 元宵佳节 谁又能陪在身边呢 今天是元宵节 陪朕吃个元宵吧 是 皇帝心里有过不去的坎 那么他的国度 自然更是乌鸦苦海 下班回到私底见的吕丰 一进门就看见粉宝 仍然跪在原地 吕丰立刻停下脚步 遣散了陈虹与皇警 这是打算私底下处理粉宝 皇警走得很干脆 但陈虹那想刀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吕丰叫冯宝起身 但他的刚儿走无动于衷 几个小太监过去一看 才发现这位东厂提督大太监 已经应了 沉迷自我感动的冯宝 还不知道他的主子爷 还额外送了一口黑锅给他 吕丰让小太监将冯宝抬进屋内 然后用血摩擦他的身体 用血擦身子 目的是防止体表温度骤然升高 但体内温度依然很低 不过这个做法其实不科学 很可能会伤害皮肤 最正确的做法 是让人在室温中自然升温 然后再物理加热 冯宝醒过来后 哭着跪倒在了干爹面前 从看见冯宝 到此刻冯宝醒来 吕丰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 他站在冯宝面前 居高临下的指出了冯宝的错误 为了着急往上爬 先是打死周云逸 得罪了豫王和其他官僚 然后又抢着豹祥瑞 得罪了公益其他太监 跟了我那么多年了 天天叫着 牛叫三遍也会撇神 瞧你那嚣张气 吕丰的话非常值得揣摩 他将冯宝受处罚 归咎为冯宝召集讨好皇帝 自作主张打死周云逸 但看过第一集就知道 冯宝曾给过周云逸改口的机会 因为冯宝的目的是让家境满意 周云逸改口了 愿意替家境唱赞歌了 那他同样能够圆满完成工作 但周云逸死不改口 那冯宝就没得选 家境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心中认定了周云逸是反贼 那他作为家境的家奴兼打手头子 就必须要替主子爷打死这个反贼 不然他也是反贼 这个道理 吕丰方不会不懂 只是作为家境家奴头子 他必须要替家境说话 维持主子爷权威 维持队伍团结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在财政会议上 家境说要惩罚冯宝 但吕丰方压根不跟冯宝提这事 为什么要惩罚你 是清流和其他太监看你不顺眼 跟皇上没关系 夜幕大雪 在司礼建的炉火身中 吕丰方向他的干儿子 传授了大名官场生存宝典 你记住 一句是文官们说的 做官要三思 什么叫三思 三思就是思危 思透 思变 知道了危险 就能躲开危险 这就叫思危 躲得人家 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 这就叫思退 退了下来就有机会 再慢慢看 慢慢想 自己以前哪错了 往后 该怎么做 这就叫思变 所谓思危 就是提前发现危险 躲开危险 离开风口浪尖 漩涡中心 那就叫做思退 退下来后 一边反思过往 一边等待机会 这就叫做思变 现在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而吕方为刚儿子选择的 思退 与思变的地点 竟然是欲望服 既然选择了刺激 那就观察到底 只有真正改变了 欲望的态度 那焚暴才算渡国为局 离开漩涡中心紫禁城 抱住未来皇帝的大腿 这就是吕方所说的 思危与思变 而对于吕方来说 焚暴这个他一路保护 一路扶持的干儿子 也是他的思退之道 与此同时 冯宝的新老板 大明权力无限 没有责任公司 未来的董事长 欲望诸在后 同样愁眉不展 你们不知道 刚才这几个时辰 我是怎么过来的 小说这段细节更丰富 欲望因为害怕 加进当场杀人 怕到虚脱 帝王之家自古无情 大明财政亏空 辩论大赛已经结束了 现在在欲望府里的这场 是清流派变手的失败总结 内阁的财政会议 暴露了内阁两大派系的矛盾 而欲望府的这场会议 清流三人组的和而不同 暴露无一 清流派大变 大明神鳖徐杰热中粉饰矛盾 诸大一个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皇上还是盛名的 不至于会出现那样的后果 而清流二变高拱 直接怼了回去 可现在的结果 也好不到哪去 那些烂账全都爆了 脸皮厚如徐杰 也在原地尴尬了几秒后 才再次勉强开口 今年 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了 开支控制了 没有再给百姓加赋税 但愿浙江改农田为桑田的事 能办好 而务实派张居正直接点出了眼前最大的问题 办不好的 不但办不好 浙江的百姓 恐怕还有遭殃 张居正话一出口 欲望就明白了问题的关键 就凭这一句话 欲望就足以证明 他比他爹稍微是明一些 在一人一句的讨论中 改道为桑看似完美 但实则 祸国殃民的真相渐渐浮现 档田收益 高出农田五成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浙江的官员与商人 必然会收购土地 以此实现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面控制 而大名律 是管不着他们的 能够约束他们的 只有想象力和胆量 因为严党必须借此 弥补他们造成的国库亏空 改道为桑四个字的背后 是土地兼并 怎么能阻止他们 从朝廷到浙江 都是他们的人 当所有人都在 骂街和抱怨的时候 张居正给出了应对政策 谭伦提到的胡宗县 我看可以争取 胡宗县时任浙治总督 兼浙江巡抚 是大名东南战区 最高军事统帅 兼浙江最高行政官员 这是大名最高等级的 封江大帝 也是浙江官场 无可争议的一把手 能有他的支持 当然万事好商量 但高贡提出了反对意见 胡宗县是严松学生 由严松一手提拔 他就是个严党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 他叫谭伦 身份是豫王府瞻市 相当于豫王的秘书 也是个大官 于是众人达成一致 谭伦将作为清流派代表 兼金牌小密探 前往浙江 到胡宗县身旁去劝他从良 出于篇幅 这段戏被电视剧大幅缩减 原著小说细节更多 当张居正提出要争取胡宗县时 对王高拱直接怼了回去 说这是书生之剑 张居正是汉林 是豫王讲师 是兵部二把手兼一把手 高拱在豫王面前 指责张居正是书生 这是赤裸裸的 看不起他 而谭伦放弃豫王府瞻市 这个好工作 投身即将变成大粪坑的浙江官场 也并非完全出自自愿 是清流派的温柔一刀 语言可以杀人 眼神同样可以 徐杰不想激化语言党的矛盾 并不希望谭伦搞什么大工作 但高拱和张居正 却一人一聚 将谭伦逼到了悬崖边上 逼得他不成功变成人 而真正让谭伦门发 以死抱过念头的 不是高拱与张居正的言语 却是豫王对皇帝与太监的恐惧 这场太子党内部的高薪斗角 最终以荆轲刺青般的豪迈 悲壮情怀结束 想想那场面还挺感人 但什么叫做清流 我相信大家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诸家人与内阁大员们完成了 以万物为除狗这项工作后 终于轮到了除狗门出场 浙江淳安 战马司提中 大名官员发起了冲锋 只是他们的脚下不是战场 他们的前面不是外敌 骑兵们踏过稻田 对着普通百姓举起了武器 眼看官兵踏苗无法阻止 一个身材和我很像的肌肉猛男 情急之下喊出了 一名官员在情急之下 及时的耳背了 这首扣帽子书 严实翻看了 都得直呼内行 但把人抓到一问才发现 反抗踏苗最激烈的肌肉猛男 居然不是盗农 是桑农 桑农 桑农为什么要来带着盗农闹事 心中不平 官当到这个级别 扣帽子的水平 肯定要比手下更高 这个肌肉猛男 名叫齐大柱 官老爷一句话 只想为邻居出个头的他 就变成了反贼 再一句话 从未出过村的他 就变成了 窝扣头目的手下 站在他前面的是 时任杭州支付马宁远 也是浙质总督胡宗宣的心腹 这是一个纯纯的官僚机器 是一个以完成命令为己任 丝毫没有感情的政治深处 他未必是故意再张齐大柱 他很可能就是这样相信的 因为他无法理解 齐大柱说的心中不平四个字 他如何看待这件事 大家可以洗耳恭听 就当他下令 让士兵继续踏苗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 是时任台州总兵 三平五官七级光 也是马宁远手下 这批士兵的直属军官 七级光是军户出身的 职业武将 但他不是大老粗 历史上的他 极为精明 精通官场之道 电视剧中的他 同样如此 他来是为了制止 踏苗这场闹剧 马宁远没有军权 管不着他 所以他也不浪费时间 和马宁远说话 这苗 是你带人踏的 谢谢 还有谁踏了青苗 都给我站出来 这波是职业素养满分的 政治机器 大战智力点满的优秀武官 七级光表面是在抽打士兵 实际上打的是马宁远的脸 但政治机器 没有私人感情 马宁远静静地看着七级光 断黄山的水 踏黄山的苗 那是死罪 死罪就不该继续执行 七级光虽然出身军户 但也精通官场游戏 话已至此 他又送给马宁远 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他要带走士兵去抗窝 在政治机器 马宁远眼中 抗窝只是小事情 眼下山奔地裂 都没有改道为丧重要 所以这肯定是 瞎边的借口 七级光这是要背叛组织 背叛他们共同的上级 胡宗仙 七级光走前 警告马宁远 不放人 小心百姓跟他过不去 面对群情激愤的百姓 马宁远身边的两个支线 吓得直啰嗦 但政治机器 马宁远心中没有愤怒 更不会有恐惧 前面马宁远曾说 改道为丧 上礼国家 下礼百姓 此刻马宁远 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改道为丧乃是国策 你们要么自己改 要么卖给别人去改 死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全浙江的人死绝了 也得改 改道为丧为什么必须推行 因为他立国立民 因为他能解决国库亏空 因为他能提高百姓收入 不 国策改道为丧必须推行 就只是因为他是国策 这项政策的出抓点之一 确实是改善浙江民生 但为了执行他 浙江百姓可以死绝 这就是大明官僚的做事逻辑 改道为丧乃是国策 上立国家 下立你们 立你妈的头 平心而论 几句话就能震慑住愤怒的百姓 这种胆略与执行力 证明马宁远是个不可多得的能人 但做事逻辑跑偏了 越能做事 就只会是越能做死 马宁远的结局 我们很快就能看见 当重安百姓临近造反边缘的时候 杭州的江南制造局 却正歌舞升平 制造局里坐着江南制造总管太监杨军水 浙江官场老大胡宗县 以及浙江布镇史镇壁昌 岸查史和茂财 后面两位分别是主管浙江民政工作 与司法工作的成务副省长 浙江最具权势的太监 浙江官场的一把手 二把手和三把手 此刻都在这里 听着悦耳的昆曲 小说提到 这是只有到了嘉靖朝才能有党 不带烟火器的鼓声与取笛声 他们这是干嘛呢 原来是做生意 替皇帝赚钱 胡宗县对这项业务 没有过多表态 但另外几位却对卖丝绸极为上心 郑碧昌与何茂财 对着西洋商人们 眉开眼笑 尽显媚态 甚至到了手舞足蹈手口并用的地步 大太监杨金水 向西洋商人们 介绍了中国贵人的排场 为什么同样的花纹图案 要设计出这种变化 真正的贵人换衣服 是不愿意让人家一眼看出来的 可仔细看了之后才知道 这让西洋人大受震撼 于是立刻拍板 拍下了丝绸五十万匹 定价七百五十万两银子 按照电视剧的说法 去年大明财政收入四千五百万两 这五十万匹丝绸 相当于大明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这个数字 让杨金水没开眼笑 郑碧昌何茂财喜行余色 就连一直面无表情的胡宗县 也露出了几分如是重负 而与此同时在淳安面对百姓 威风八面的知府大人马宁悦 正对着看门的小太监 卑躬屈膝客气至极 而这位小太监 也真不愧是宫里人 听说造反了都无忠于衷 小说中看门的小太监 听说了造反一开始还挺害怕 但一听说闹事者只聚集在总督衙门 立刻如释重负 买完丝绸西洋商人们还想买中国姑娘 但被胡宗县一口拒绝 然后他站起身就急着回总督衙门办公 而直到此刻他才听说了纯安事件 夜幕已经降下 总督府门口胡宗县等人 见到了造反的百姓 他们是如何造反的呢 哦原来是跪着造反 胡宗县身后 主管浙江司法的暗茶室和茂财 立刻上前打算抓人 不管百姓聚集的理由是什么 跪在总督府面前那就得抓起来 这就是浙江暗茶室 而胡宗县身为浙江巡抚 也只能以除了事务负责 才说服和茂财不要动手 在他们身后是置身室外 满脸不在乎 像是来旅游的洋津水 为了不激化矛盾 浙江顶级大员们 从后门进入了总督府 召开了一次 全省最高官员的内部会议 会议主题是坚持推进 改道为丧国策 参与会议的 还有已经变身为 总督府参军的谈论 王府瞻视到总督参军 算是平调 他虽然在王府饱受尊敬 但在此刻的总督府里 却什么也不算 我们在前面卖命 别人在后面拆台 干脆说吧 朝廷改道田为桑田的国策 还要不要人干 要这么干 我们可干不了 第一次看到这部剧 我一度怀疑 马宁愿是小阁老的私生子 这说话风格 不能说是如出一辙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为了还诈 我们什么苦都可以受 总督衙门 这指总督胡宗宣 当然是位居首位 离他最近的 是郑碧昌与何茂财 两位副手 他们一人一聚 一个说 完不成改道为丧 年底就没有五十万匹丝绸 能够出售 他们都得丢掉乌纱帽 一个则说 调兵探苗 是必要举措 有人调走士兵 造成刁民失控 这是破坏国策 要负责任 到底是谁下调令 叫齐吉光把兵带走的 当着布唐大人 还有杨公公在 自己说清楚 话至于此 这场会议的隐藏主题 终于浮出水面 那就是弄此谈论 这对与会人员来说 是理所当然 因为论身份 上至胡宗县 下至马宁园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严导 怎么能阻止他们 从朝廷到浙江 都是他们的人 玉王府来的谭伦 就是个名牌卧底 巡抚胡宗县 给谭伦定个姓 布阵使镇碧昌 再加个棒 然后安查使和茂财定罪抓人 谭伦就理所当然的完蛋了 那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 继续改道为丧 理所当然的兼并土地 然后理所当然的打发一笔 说话间 郑必称和茂财 都不由自主地望向杨金水 要记住 在这部剧里 太监就是皇帝的代表 而作为优秀太监 杨金水此刻 肯定一言不发 绝不参与浙江内政 反正他只负责 替皇帝卖丝绸 身一经谈成 别的他都不在乎 该道为丧怎么推进 与他无关 但谁也没想到 胡宗县开口就是惊雷 是我叫气急光 把兵带走的 短短十个字 在场的巨头全部恶然抬手 胡宗县是严松的学生 是他提拔的浙江巡抚 论交情论官职 胡宗县都是无可争议的 浙江严党领袖 谈论更是震惊 这就好比一个警察 卧底进了黑手党 然后身份曝光 黑手党头目们正聚集在一起 商量怎么弄死他 这个时候教父开口了 说对不起 我还擦眼 胡宗县不顾众人的惊讶 宛若自言自语一般的 继续开口 以官府的名义 向米航上的米市 借贷一百万的粮食 现在借贷了多少万 浙江部阵市郑碧昌 是浙江民政工作负责人 本该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 但一时间愣是没反应过来 迟疑了一下才说 很少都说缺粮 胡宗县继续发问 从外省调的粮呢 和万年一 一定也不愿意多给 这就清楚了 这些问题是胡宗县问的 但答案是给在场所有人的 问完胡宗县正式摊牌 我是浙江的总督 又见着巡抚 朝廷要讲罪都是我的罪 百姓要骂娘该骂我的娘 改稻田为桑田 是国策必须改 可桑苗今年只能养两秋残 嫩叶产的丝换不回口粮 官府不借贷粮食 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 秋后便没有饭吃 就要出反民 每年要多产三十万匹丝绸 一匹不能少 可如果为了多产三十万匹丝绸 在我浙江出了三十万个反民 我胡宗县恐怕一个人头 是交代不下来的 这段话水平极高 改稻为桑是国策 我也认为必须改 但现在不能改 因为缺粮 缺粮就会有人造反 缺粮与我们无瓜 但有人造反 那我们都得重新做人 说完 他下令让马宁远释放被捕农民 并让艳口放水灌田 让农民可以继续种水稻 他一个字也没说不改稻为桑 但每一个字都是在说 改稻为桑干不了 听到这里 沉默至今的杨林水终于开口了 因为不改道为桑 就不够残私 制造私仇 就没法完成和西洋人的买卖 皇帝的裤裆就没有钱 他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于是他站起来 对胡宗县发出了警告 那时候 内阁不问你们 宫里可得问我 而胡宗县对此的答复是 他将上奏书 请求中央下令 让临沈调粮 同时他责令手下去米航借粮 以总督衙门的谜意 这不是杨林水想要的回答 因为他很清楚 这都是屁话 能调粮 能借粮 早就调了借了 胡宗县 在已经验证了的死路上使劲 就是拖时间 他无法干涉浙江行政 只能回家向宫里打小报告 所以一言不发 起身就走 临走 他和谭伦打了个着火 作为诸家奴仆 他不在乎浙江这些大官 但他必须尊重谭伦背后的欲望 镜头一转 小阁老已经拿到了胡宗县的奏书 第一期视频我介绍过 按照大明体制规矩 官员的奏书要经由通正史司 分发到各个衙门 而大明时任通正司 通正史罗罗门门 是严党骨干成员 所以这份奏书 直接到了严实反手中 这与小说有一点点不同 小说中 胡宗县的奏折直接进了内阁 但内阁值班人员是大明第一老鹰别徐杰 他看了封面猜到了内容 于是立刻转交给了严辅 严党内讧他不参与 罗龙门认为 胡宗县是被谭伦说动 决心背叛严党 投靠未来的皇帝欲望 但严松与胡宗县感情深厚 他不相信 胡如真 不是这样的人 严松认为 胡宗县是顾及谭伦背后的欲望 所以不敢放手改道为丧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 尽管后面有很多情节 显示出严松有多么信任胡宗县 但他如同亲儿子 感情是真的有 但他对这位弟子的了解 也是真的没 前面 严世帆将胡宗县的奏书 评价为 他想给自己留退路 退路正是一直悬挂于严世帆心头 无法放下的噩梦 这句话解答了为何前一集 严世帆急于刀调清流派 家境早晚上天 欲望早晚接位 胡宗县甚至是郑鼻昌和茂财 都能趁着家境还活着 欲望还需要力量改换门庭 包括吕方都能派冯豹去欲望府 给自己谋退路 唯独他严世帆无路可退 上期视频评论区 有观众问 严世帆为何不投欲望 答案很简单 因为家境不允许 必须要有人制衡太子党 欲望登上大位的那天 他80岁的老爹严松 很可能早就上天了 只有他不得不活着 接受欲望的报复 所以趁着老爹还在 家境对自己的爱还在 要赶紧借家境的手削弱太子党 最好削弱到太子继位后 必须倚仗他来执政 一个早晚要死 另一个也是早晚要死 给家境当狗 这是注定的结局 严松劝严世帆换个改法 意思就是说 降低土地兼兵的烈度 我们少赚点 给百姓多留点 但严世帆不接受 因为严党是依靠 腐败利益聚集的团体 只有白花花的银子 能够驱动这辆腐败战车前进 没有足够的利益摆在面前 严党立刻徒奔瓦解 值得一提的是 严松书房挂着的对联 全文是 我是诸臣旧始军 劝农曾入信花村 这幅对联出自苏氏的诗 诗中描述的就是 官吏剥削百姓 沙江的桑田 只能让那些丝绸大户改 才能一年多有 几百万两银子的镜像 改桑的田 百姓啊 卖也得卖 他不卖也得卖 严松因为年纪大了 不再担忧遥远的未来 所以做事看似比严世帆温和 但他当然知道 自己聚龙起来的 是一群怎样的虎狼之辈 罗龙文的话 说服了严松 不强行兼并土地 就没有足够的驱动力 改道维桑势必失败 那他也就活不过今年了 改道维桑 必须要强硬推进 严松的点头 代表着 大明最具权势的政治势力 达成了一致 清流派本想借机 与胡宗宪联合 但胡宗宪却出人意料地 拒绝了 贪论发出的邀请 严党不理解胡宗宪 清流派同样不理解 因为胡宗宪的做事逻辑 与众不同 这部剧中绝大部分人 都是自己利益排第一 派系利益其次 皇帝利益再次 百姓利益没关系 而胡宗宪他是反过来的 为了逼迫百姓卖地 莽王严世帆 拿出了釜底抽薪的招数 那就是毁地烟天 官兵踏苗 失败了 那我就直接开闸放水 淹掉你的稻田 逼迫你卖地买粮食 天下藏身 黎民百姓 不过是代价而已 具体细节 我们下期再说 接下来是这个系列的 第二个部分 戏剧外史书中 结合电视剧中的剧情 聊聊历史上 真实的大明王朝 本期主题是 倭寇老大为何是中国人 前面说到 纯安桑蒙齐大柱 带头抵抗官兵探苗 于是他被杭州支付马宁远 戴上了一顶倭寇的帽子 马宁远质问他 在倭寇头目王子手下 当什么差 嘉靖朝 倭寇入侵问题非常严重 史称嘉靖大倭寇 观赏上 有谈窝色变的现象 电视剧中 马宁远栽赃 齐大柱通窝 日后 郑碧昌 何茂财等人 还会栽赃海瑞通窝 而在历史上 严世帆被处死 也是被人举报 勾结王直 也不知道窝寇 是如何买同小阁老的 可能是天皇宝座吧 王直 是嘉靖大倭寇的绝对主角 名史 有一篇日本传 一共8021个字 其中嘉靖朝的内容 有3639字 占比45% 这其中 又有2045个字 是关于王直的 就差没给王直单独列转了 按照名史记录 王直就是大明海贼王 每次出门做生意 带着数百条船的那种 这位大明海贼王 早年经历不详 但可以确定的是 王直出身 大明晖州社县 幼年嘉靖不错 接受过教育 后来家道中落 于是试图出海 做生意赚钱 所以 这位嘉靖大倭寇时代 最大的倭寇头目 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而且还是个徽商子弟 在传统历史叙述中 王直毫无疑问 是反面角色 勾结日本倭寇 袭击同胞 致使大量沿海百姓 流离失所 名不聊生 得定在持鲁柱上 但最近几十年 有很多新观点认为 王直从商人变成海盗 背后的主要原因 是大明的海禁政策 这场反动政策 抑制了沿海百姓 从事外贸的正当需求 迫使沿海商人 武装自己 对抗官兵 而王直作为一位 受日本人尊重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他的存在 有效控制了 日本真倭寇犯事的猎毒 而胡宗宪又杀他的行为 充分暴露了 大明官僚 热爱铜马蜂窝的猎奇心态 最终造成了 东南倭寇大失控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还有一种观点 从学术前 逐渐向互联网上蔓延 前些年引发过不少讨论 那就是 明朝中后期 倭寇问题的根源 是中国封建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萌芽 所谓的倭寇问题 其实是东南沿海地区的 农民 手工业者 商人 等被剥削压迫者 反抗封建地主 与官府海境政策的斗争 嘉靖时期的倭寇入侵事件 日本倭寇人数不多 更多的是 伪装成倭寇的中国人 这种观点 能在史料中找到一些证明 使这类观点的学者 代表人物 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一轩 王直到底是残害同胞的海盗 还是反抗落后政策的英雄 嘉靖朝 声势浩大的倭寇问题 真的是大明百姓 造朝廷的反吗 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 对着史料的支言片语 搞字迷解读是不行的 咱们得回顾 明朝的中日关系史 中外贸易史 以及明朝海境史 回顾完 你很可能会从中 嗅到不少改道为丧的味道 倭寇说白了 就是日本海盗 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 倭寇就始终困扰着 大明沿海安全 为什么日本人 要漂洋过海来骚扰大明 原因是明朝的海境政策 朱元璋曾多次 下发过海境命令 使称片板不得入海 朱元璋定下的 那就是皇民祖训 后代皇帝 在原则上都得遵守 但这并不代表 大明就完全闭关锁国 不和外国人做生意 海境命令的主要对象 是沿海百姓 不包括大明朝廷 在朱元璋的设计中 外贸业务 朝廷自己可以做 而业务模式 就是朝贡 朝贡使臣 携带大量贡品 进攻大明皇帝 而大明皇帝 为了彰显天朝上国的豪迈 自然会回报 远超贡品价值的赏赐 所以对于外邦小国来说 朝贡安那就是来进货 除了直接和皇帝 做生意的机会 红武三年 朱元璋还在宁波 泉州与广州 设立了三个士博司 准许外国朝贡使节 在当地自由贸易 当然规模是受限制的 外国使节 也只能住在官方宾馆 这三地的官方宾馆 分别叫做 安远 来远 以及怀远 这充分显示说 准许朝贡也好 设立士博司也好 大明皇帝的主要目的 还是怀柔藩属国 是政治行为 贸易本身的商品交换 以利润并不重要 在明朝中前期 以朝贡体系为主的 中外贸易 已经足以让越南 朝鲜等藩属国满意 毕竟体量差距实在太大 我随便赏赐点 就是你梦寐以求的珍宝 但日本除外 大明会典记录 祖讯日本国 虽朝 使诈 暗通奸臣胡维雍为不轨 故绝之 意思就是说 太祖皇帝说了 日本国虽然朝贡 但勾结奸臣胡维雍 意图不轨 所以大明和日本绝交 胡维雍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个成像 被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处死 朱元璋认为 胡维雍曾派出使节 让日本国王出兵 配合他造反 这种事情当然是扯淡 但太祖皇帝这么说 后代皇帝只能这样认 所以自胡维雍案后 日本就被禁止朝贡了 公元1402年 燕王朱棣推翻了自己的侄子 建文帝朱允文登吉成帝 为了显示自己是正统皇帝 朱棣继位后 派出了大量使节 要求万国来朝 正和下西洋就是为了 将陈祖皇帝的威名 拨洒到四海去 因此对日本的朝贡禁令 也在事实上被取消 但从明朝的官方记录 就可以看出 在来朝贡的国家中 日本是最不守规矩的 什么人数超标啦 货物超标啦 甚至携带武器超标的行为 屡见不鲜 但朱棣表示 算了算了 万一来一趟不容易打 就让他们多赚点路费吧 然而大明放纵的结果 是日本日益放肆 家建皇帝继位时 日本正处于战国混战时期 过去把控了 朝贡贸易的日本 足利一驰将军失势 赖户内海东部的西川市 与赖户内海西部的 大内市两大家族 也想追求一下中国梦 于是加进二年 公元1523年 大内市和西川市 为了独占朝贡权 在我老家宁波大打出手 甚至烧毁了宁波士博司招待所 波及到了周围民宅 还打伤了士博司官员 这场闹剧 使称宁波之乱 也被称为宁波之翼 日本人为了抢着给大明上攻 在明朝国土打了场内战 这种行为 朝廷肯定不能忍 于是当年宁波士博司就被关闭 大明再次禁止了日本朝攻 同时受到打击的 还有葡萄牙人 1498年 葡萄牙航海家达加马 绕国好旺角抵达印度 开辟了欧印航线 十年后 葡萄牙占领印度古阿 从此在东方有了一个基地 1522年 加进元年 葡萄牙人来到广东 请求贸易 但朝廷查了查资料 发现这个新来的外衣没有登记注册过 没有合法的朝贡身份 所以让葡萄牙人先排队办手续 新急的葡萄牙商人 直接和广东水师开战 然后输掉了 大明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地球中心 丝绸 瓷器 茶叶等大明商品 卖到海外利润惊人 以中日贸易为例 日本出售刀剑 铠甲 硫磺 麻痹等商品 能够换回生丝 丝绸 药材 砂糖 利润率在200%左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这个利润率足以让资本甘愿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朝廷关闭了贸易窗口 那就搞走私 而与此同时 过去一个多世纪 朝廷对海禁令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执行方式 已经在闽浙沿海地区 培养出了大批靠海吃海的百姓 加进继位后重申海禁 这对于朝廷来说 就是下一道命令的事情 但对沿海百姓来说 那就是几代人赖以生存的饭碗 没有了 种地没地 开滴滴没有车 那就只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了 离开广东后 葡萄牙人来到了宁波周山双鱼港 他们在双鱼港建造了民宅 医院教堂 设立官员 摆出了常驻的驾驶 很快双鱼港上就出现了 不受大明官府管辖的中国社区 常驻人口有两三千人 逢年过节 他们还会从内地请戏班子上岗表演助兴 到加进五年 双鱼港已经是东方最繁荣 最兴盛的自贸港 尽管做的是走私买卖 走私意味着 虽然我大明喜欢掏银子直接招服 但这种行为 对于饱毒圣贤之书的儒家士大夫来说 始终是不上台面的 所以总有不在乎钱的官员 试图武力镇压 这就逼迫更多走私商人 赚到钱以后购买武器武装自己 随着商队规模扩大 武装程度变高 你就很难区分 他们到底算是商人还是海盗 我们可以称之为商盗 有生意就做生意 没生意那闲着也是闲着 上岸抢劫一下也很合理 而大明沿海地区 有不少卫所和官僧家庭背地里 也参与了走私生意 他们是地头蛇 与地方官府军队关系密切 因此尽管朝廷屡次下令 剿灭商道 但商道却忽视在一次又一次的 轻角中茁壮成长 而王直正是这些商道中 势力最大的一个 日本原本只是这个大走私时代 一个普通的终端消费市场 中国走私商人将货物交易给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带着货物前往日本销售 但是加近五年 公元1526年 日本发现了实践大银矿 日本人突然拥有了巨额白银 上期节目我说过 加近潮是大明逐渐接受白银 作为货币的关键时期 手上有了银子的日本人 对大银商品的需求自然是猛增 他们不再满足于 从葡萄牙人手上购买货物 而是想要提开这个中间商 直接去大明买买买 这也与王直不谋而合 加近二十三年 王直将日本商人带到了双鱼港 但是只过了四年 双鱼港就被严格执行 海经令的浙江巡抚朱丸剿灭 祖大人甚至打算 直接把双鱼港物理清除掉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狠人 虽然他是忠诚的 执行着皇帝的命令 但他的行为 不但激化了 沿海商人与官府的矛盾 更是大大得罪了 靠海上贸易赚钱的官僚家族 加近二十五年 朱丸成功抓获 并除此海盗头目李光头 外加一些参与海盗活动的葡萄牙人 但他却被多名御史弹劾 说他举措乖方 专杀起信 加近下令将朱丸逮捕入京 朱丸认为这是骑尺大辱 于是自杀 此前大喊 纵天子不欲死我 闽着之人必杀我 我死自觉之人不须人也 双鱼港走私基地消失后 各个群体都失去了 以和平方式从事外贸的平台 于是在王子的配合下 倭寇入侵达到了顶峰 明朝官方档案 一共记录了787次倭寇动乱 其中有628次发生在加近朝 这其中有500多次发生在 加近31年到加近38年的 67年时间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因为加近突然严格执行 海禁令 大量失去谋生手段的 沿海百姓 不得不变成职业走私客 兼抢劫犯 在大明官方记录中 他们被称为从窝 而日本人窝寇叫做真窝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 就说王子的人 是什么反抗封建官僚 反对反动政策的英雄 他们因为不合理的政策 走上了犯罪道路 但窝寇与海盗的侵扰 给沿海普通百姓 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噩梦 他们对自己同胞的残忍 完全不逊于日本真窝寇 福建张普县制记录 自加近36年 至此67年间 村无完赦 民无定居 往往逃逆山中 突破未前 而贼又质疑 海城县则记录说 屠城则百里无烟 焚射则穷年烽火 人好鬼哭 心悦无光 草野生淫 生灵涂炭 这种灾难堪比战争 朱元璋提出的海精灵 在他的时代 就已经不合理 因此朱棣继位后 大明海精灵 在事实上被废除 从朱棣到嘉靖地 大明经历了 七代皇帝 一个多世纪 东南沿海地区 大量百姓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从农民变成了商人 从依靠种地虎口 变成了做外贸赚钱 这也是符合 时代发展的趋势 也符合大明 逐渐完成 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但嘉靖因为宁波争共事件 重新恢复了 一百多年前的组织 这是一个纯纯的 拍脑袋做出的决策 与电视剧中 改道为桑 能够出台底层逻辑 是一样的 海精令 既是太祖皇帝祖郡 也是对现在日本人 闹事的惩罚 防止再有外国人 来危害大明百姓 同时 我还能获得 大批读书读得 大脑硬化的士大夫的支持 百利无一害 称得上是上帝国家 下帝百姓 但失去谋生手段的百姓 如何谋生 那就不是庙堂之上的人 会去考虑的事情了 下期节目 严实翻 毁地烟田的庙迹 正式上线 大明官场的残酷与冷漠 渐入佳境 这个系列内容很多 每期文稿和视频 剪辑都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三年支持 让我们一起努力 打造最具深度的 大明王朝1566解读 我们下期再见